记者陈丽嫣台北报道 39岁的南韩影帝何振宇在夯片与神同行半音间 使者领袖江林公子 新篇1987 黎明到来的那一天也将接力在台上映 他三度与前辈金伦氏千亿金允席 标气最甜称对方是最好的搭档 但两人睽违七年三度合作 依旧是对立的角色 让他知乎可惜 金伦氏更当众搞笑说 下次我们演情侣吧 除了金伦氏和正宇两大影帝 在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同台标记 男神江东元也特地在电影中 亚裔角客串演出 饰演投入学运民主抗争之路的大学生 导演张俊桓大算因为有他的加入 让电影更具力量 此外 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更获得韩国三大入口网站 never.boxmovie的高度肯定 以媒体评分8 08 荣登 2017韩国电影的最高评价 并被影评人赞誉为超越杀人 回忆新世纪最棒的韩国大众电影 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改编真人真事 讲述1987年1月大学生嫖中者遭刑求致死的案件 间接促使独裁的拳斗换下台 也促成了韩国的民主改革 该片将于19日在台上映 何正宇在芯片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是严检察官车库娱乐提供 金轮氏左和何正宇 又在芯片三度合作 金轮氏搞笑邀约他 下次演情侣车库娱乐提供